动词宝典20是有关于tend所形成的各种重要的动词 我们先看第一个来介绍 tend是倾向 它的名词叫tendency 这是倾向 我们这边有一个补充的例子 它说prices are tending upward upward就是往上的意思 这是副词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价格物价 are tending 有往上飙升的一个倾向 就是物价往上在提升 在上涨的意思 这是补充的 第二个intend 这个是打算要怎样 intended就是有目的的 意欲要怎样 这是可以过去分子当形容词用 好 这有一个补充 顺便讲一下 what do you intend by that word 意思就是说 intend是意欲 你的意思是什么 what do you intend intend是by that word 你讲那个字是什么意思的意思 像这个intend我们可以改成 mean 这个在实际我们讲话的时候 经常会用这样子 就是用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word 意思就是说你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是有什么目的啊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word 这个写法很常见 顺便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意思就是说你讲那句话 究竟是什么意思 可能是讲话的时候 某人讲了一个字 很笨啊 foolish很笨 那对方觉得很不爽 就讲你讲本是什么意思啊 好 这个含义就是这样子 那第三个attend的是参加照顾 一般我们attend的是用在参加这个含义 那照顾呢 就比较少看到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哪一个 which doctor is attending you 这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能翻成说 什么医生参加你 这样就不合理了 是说哪一个医生在照顾你 那意思就是说啊 你的主治医师是谁啊 或许答的是哪一位医师 是你的主治医师 主治医师就负责照顾病患的情况 这个意思是这样子 第二个我们要特别留意 这个attend参加 你是在那边参加什么 比如说参加婚礼 那我们就attend a wedding 好 那这个attend a wedding呢 记住你只是一个观众 或者是听众 所以你参加一个演讲 attend a lecture 参加演讲 这个你只是当听众而已 你不是主角 第二个如果你是主角 哇我参加演讲比赛 我有在上面演讲呢 那这个你就要用 take part in 什么speech contest 我参加一个演讲 像这两个观念呢 我们都要特别留意 attend跟take part in 这个只是当听众关注 这个是有实际参与 才能用take part in 请同学这个地方稍微留意一下 容易疏忽掉 最后我们看补充 这些动词的字尾 tend的名词字尾经常是用tension或者是tension 这两个发音都差不多 比如说这个attend的倾向 它的名词就是tension intent的抑郁要怎样打算要怎样 就是intention attend的是参加照顾 就是attention 这里attention就是注意 pay attention to 我们有没有读过啊 要留意 pay attention to your study 你要留意 你要照顾好你的课业 就是功课 要认真地去做的意思 就用pay attention to 这些都是额外添加的一些补充的重要用法 现在我们来看练习的部分 it's required 他说啊 这件事情被要求 by law被法律要求 那就是法律要求怎样 这个it是形式主词 真主词就是late后面 全部名词指句 当作真主词 所以这边我们就翻译 只能说啊 法律要求 all children overseas 所有的孩子 overseeds 是超过六岁的所有孩子 必须要怎样啊 上学 上学英文的写法就是attend school 这就是上学的一个表达方式 这看我们要注意 因为这里attend的 顺便老师就把这些相关的来做一个参考 那个音也很像 attend attend attend是获得 获制的意思 content是含有 那这些音都很像 我们真的很容易疏忽掉 这提供出来 做一个参考的 再看第二个 I had to visit you in person in person就亲自 我本来打算亲自要去拜访你的 but 但是was prevented by 主词一样 对等联系的时候没有主词 那就跟前面主词相同 但是呢 I was pretended prevented就是我被阻止了 被什么 by the bad weather bad weather就是因为天气不好 所以我被阻止没有办法 亲自去拜访你的意思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 打算 打算 我们这边是过去分词 因此 这个答案要用intended 过去分词 这个才是配合完成式出现的 我打算要去亲自拜访 可是呢 天气不好 这个阻止我 没办法亲自去 下去 我们来看下面 懒惰意志贫穷 呃 贫穷为犯罪之根源 现在我们把这个答案给它完成吧 懒惰是 laziness 还有一个写法就是 idol 怠惰 这个也不错 叫idolness 怠惰呢 容易导致 容易导致 但是我们其实就可以用这个单字 倾向于 有什么倾向 有什么可能性 就是用tend的 所以呢 动词要用tend to tend后面常常加tod 后面加加贫穷 这个tod当界隙词tod 所以后面的贫穷要用名词 不能写成pour 不可以 要用poverty 这是贫穷的一个名词 好 第二句 内容接过去了 and 好 and 贫穷 poverty kia p-o-v-e-r-t-y 视为犯罪的根源 is the cause c-a-u-s-e cause就是来源 根源 原因 我们也可以用 is the root root就是树根 也就是根源的意思 那另外还有同学会写到这样子 来源 这个 就是source source来源 什么来源 of crime 犯罪的来源 犯罪的根源 那这一句 是第二句 连接词 我们用and 那么 而不能用but 因为这两个内容都是 一致性的 并没有说正反面 正反面我们会用but 有连贯性 我们用and 这是第三题的 加剧我们看下面 还有一组 也是用pand的 compand 是争取 竞争 那么我们下面有一些很棒的一个补充 像content 无味是poverty 刚刚讲过贫穷 那有些人很穷为了贫穷而奋斗 那叫content 奋斗 跟什么 with poverty 跟贫穷来奋斗 就不甘于贫穷 很努力 要摆脱贫穷的生活 第二个 pretend 是假装 或者是自命为 那这个自命为同学就比较少用 比如说 他自命为是一个美女 好像不得了的样子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说 she pretend to be a beauty a beauty 就是一个美女 他自认为是美女 好了 再看下面 假装 我们可以用 pretend等于 make believe make believe 也是假装 这个很多同学都不会了 以为说 不是 make又是动词 believe又是动词 哪那么多动词啊 其实这个是固定的写法 make believe 这个believe是当名词用的 你去查字典 就会查到 make believe 这个believe believe是当名词 假装的意思 第三个 extend是伸展延伸 我们 打电话的时候 你就会听到 有这个extension extension就是延伸出去的电话 我们就翻成分机号码 所以我们常常会有听到这样子的讲 please connect me connect me 是连接我 就是帮我接通到extension 111 这个是111 connect me to extension 把我接通到分机几号的意思 这个就是电话里面会听到的 那extend它的形容词就是extensive extensive reading extensive就是延伸伸展出去的阅读 我们就翻成广泛的阅读 如果是intensive intensive是很密集的 intensive 很集中的阅读 我们就翻成精读 所以这个写法是蛮重要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补充这个词类的部分 tend的名词字的经常是tension或者是tension 所以contend它的名词叫contention 那么pretend的就pretention 你感觉变成了sion了 延伸extension 所以什么时候用tion 什么时候用sion 对不起 老师也要一直查字典 所以我们每天都是跟字典为伍的 好 再来我们下去就把这个两题给它完成吧 第一题 many countries are the territorial waters territorial water 这个就是领土的一个水域 water加s不是讲水啊 是水域 那么一大片的那个水域叫waters and the fishing钓鱼的那个area 就是鱼场 钓鱼的鱼场 所以很多国家一直想要怎样扩大 扩充 本来领土有20海里10海里的 就一直想要扩充 因为母的渔获量会比较大 那这边顺便做一个补充 这个是延伸出去 答案就是用extending 延伸扩充扩长 另外有一个broad是宽 加en我们曾经在自首自尾的时候讲过 那个en就变动词了 broad是扩大 再来lands是长度 加en就变成动词了 叫lands延长 那这个延伸是领土方面延伸 这个是长度的延长 这个是范围的广大扩大 所以我们要扩大我们的知识 英文就叫broaden our knowledge 所以这些单字啊 因为都很相近 很容易混淆 老师就做一个简单的补充 加剧 我们看第二题了 学生绝不能装懂老师所说的 但事实上却不懂 绝不能 英文有一个by no means 所以我们答案可以这样子写说 students can by no means by no means就是绝不 加一个can就是绝对不能 后面要接的是动词了 pretend 假装 to understand 了解 了解什么东西 了解老师所说的话 what 老师所说的话 我们都会用what来代替 what the teacher is saying 老师正在说什么 你假装点头一直 我懂了 我懂事实上都不懂 你后面如果要讲说 老师在上课讲的话 你后面也可以加上个in class 在班上所讲的话 那后面就正反面了 但事实上不懂 这是正面 这是反面 连接词用but but 事实上我们可以用 第一个 实际上 actually 要不然 我们又写的是in fact 但是实际上呢 they don't understand 好 这个翻译 这样就非常完整了 那么 比较重要的就是 用了这两个 一个片语 by no means 绝部 还有呢 actually in fact 其实 事实上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一些片语 好了 这个是 导典20 也是很重要的 分析跟讲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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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